在花蓮市的馬路和街道上 可以看到不同的行道樹 使城市景觀展現豐富的面貌 四年級的探究主題與行道樹有關 我們透過書籍和網站收集資料 進行實驗 到森林科學習 實地走訪街道觀察行道樹 了解越多便越覺得行道樹很有耐心 可以感受到它們對人類的好 可是卻發現有些樹幹被科置或樹下被堆放垃圾 而且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多數的民眾和小學生對行道樹不太了解 很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主動認識行道樹 因為唯有了解才會關心 唯有關心行道樹也才會有更好的生存環境 大家除了像一群耐力激盪思考方式之外 也透過問卷了解其他人的意見 而且還去拜訪了里長 基本就是跟四中四年都在配合 需要的時候會一起去協助 確定方案後我們一起展開行動 利用上學期期末的時間 邀請其他班級參與我們設計的校數小偵探活動 前往花蓮市公所農業及幾關發展課拜訪課長 與他交流互動並提出我們的意見 第二個是我們建議可以建立行道樹開放資料的平台 讓更多民眾一起參與和關懷 像是巴黎的像是巴黎曾經就開放過這個平台 有人把這個資料 結合過民眾 大部分民眾認為說那個就是樹 那個垂手可得他不會去珍惜 但是這個是公務部門要做的 也必須把它改善做 公務部門做這些努力就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 能夠多一點關懷 去關懷自己在旁邊的樹木 我們一個推一個 總有會把大家的觀念改善過 聽到課長回應的內容跟我們提出的意見相同 讓我們覺得很開心 我們希望可以先從影響自己身邊的人開始 謝謝這些默默陪伴我們的青稻樹